从19200到世界强国 中国只用了几十年 自崛起后便遭到不断打压 又因七年前的一件事 让西方立强看到了中国低调背后的真正实力 西方国家为何都忌惮中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 我们记着往下聊 2015年3月26日 在战乱不断的野门共和国 发生了一场轰动世界的特大事件 由沙特等多国参加的国际联军 对野门展开空袭 当地局势骤然紧张 前后引起全球几十个国家采取紧急措施 接到消息后 中国政府立刻找开撤侨会议 但此时野门已经拒绝他国飞机进入领空 为了保护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 中国政府当机立断 联业部署中国海军护航编队 淋漪舰、围防舰和围伤护舰 向野门亚丁湾海域激动 并迅速由护航状态 转入撤离任务准备状态 这是中国海军赴亚丁湾护航以来的首次产品 同时护卫舰上的后勤人员 已以最快的速度准备好了医疗救助 生活保障、心理疏导等一系列工作 在军舰急速赶来野门的过程中 中国驻野门大使馆也早早展开了行动 所有的大巴车全部挂上了五星鸿旗 组织中国同胞们乘坐大巴车 浩浩荡荡地向着亚丁湾港口驶去 3月27日凌晨 中国政府正式下达了撤销任务 五千海底的航程原本需要四五天才能抵达 中国海军突破极限 仅仅用时两天便解决了一切外围阻碍 于29日成功停靠在野门亚丁湾港口 用速度创造一个航行奇迹 但此刻高清还为时尚早 零一舰要停靠的亚丁湾 其实一支都不太平 早年美国海军的克尔号驱逐舰 曾在那补给燃料时遭遇恐怖袭击 为了确保中国同胞安全登舰 海军战士们一刻都不敢松懈 他们持枪高度戒备 严阵以待 护卫线上的禁防炮 已一直处于战备状态 准备随时应对突发状况 挂着五星红旗的军舰驶入港口 祖国派军舰接亲人们回家的横幅 映入眼帘 赶到港口的中国同胞们 激动地挥舞着中国国旗 军舰放下悬梯 20名核枪实弹的海军特战队员 迅速冲向码头 拉起警戒线 港口外炮火枪声接连不断 但中国海军的警戒区域内 却井然有序 仿佛置身事外 此刻聚集在港口附近的中国同胞 全部沸腾了 他们高呼祖国万岁 每个人都热泪盈眶 激动不易 与他们来说 这不仅仅是军舰带来的希望 更是伟大祖国给予的安全感 就这样 在中国驻亚丁总领事馆的积极配合下 首批122名中国公民和两名外籍专家撤离 经8小时高速航渡 横跨亚丁湾 顺利抵达非洲东部的吉普梯港 3月30日 400多名中国公民乘坐围房舰 离开也门的河台打岗 4月2日 林医舰再次从亚丁湾撤桥至吉普梯 至4月7日 621名中国公民全部撤离也门 中国同胞欢唱国歌 自豪敢充斥着每个人的心扉 此次撤桥任务 中国海军仅用了三天左右的时间 便将身处危难的600多名同胞们 全部撤回了国内 也成为了第一个安全撤离华侨的国家 中国政府在撤桥的同时 还应其他国家请求 帮助来自巴基斯坦 印度、埃塞俄比亚、埃及、新加坡、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等 15个国家的276名外国公民撤离也门 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从古至今都是礼仪之邦 乐于助人更是传统美德 对其他国家伸出援主之手 则无旁败 反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十多个西方国家 拨近第一时间关闭的驻也门大使馆 还要求自己国家的公民自行撤离 美国政府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在也门冲突爆发后 驻地也门的美国军特种部队成员 从阿迈德空军基地撤离 那撤退过程是相当迅速啊 更可笑的是 还在4月6日公开承认 无法援助在也门的美国公民 呼吁自己的公民乘坐别国的救援船只离开 而同一时间的中国同胞们 早已全部安全抵达国内 正是由了这些自私自利 唯利是图 不作为的西方强国作为对比 才更加衬托出中国的与众不同 十天内转战三国四港一岛 从也门这个几乎到处都是武装组织 遍地哀号声、爆炸声的国家 安全撤离中外公民共计897人 这就是中国力量 中国用实际行动告诉远在海外的同胞们 无论什么时刻 无论身处何方 即使逆水行舟 已能护你周全 有一种速度叫做中国救援 有一种感动叫做祖国带我回家 有一种骄傲叫做祖国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以门撤侨行动不仅充分掌向的中国城府 保护我海外公民安全的坚定决心 还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主义精神 将中国外交发展到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并赢得了国内外高度赞誉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 无论军事能力、经济实力 还是其他各个方面 中国都毫不惧怕任何国家 正是因为国家的强大 我们的民族才会越来越自信 此生不悔入华夏 来生愿在中华夏 让我们一起祝福祖国 在未来的日子里 可以不断超越自我 成为更好的中国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